朋友聊世紀 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來看保加利亞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保加利亞人 是選擇了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是一個騎兵文明 那他也算是步兵文明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民兵系可以免費升級 雖然是免費升級 但是沒有劍兵勇士 沒有劍兵勇士主要是因為要平衡一下他的強度 因為他的金冠有這個協議科技 協議科技點下之後 他的民兵系 雙手建兵可以加進防武防 非常坦 而且他的兵工廠跟工程製造所的科技減免 是食物減免50%的資源 相當的省 雖然你一個大衝車升級只要500肉 而且兵工廠這些科技也是超省 因為兵工廠的科技全部都是吃肉的 所以如果肉類的需求量減半的話 就可以更早的提升科技 然後去打出自己的軍事優勢出來 再來他最強大的科技是他的銀冠技術 他這個馬凳科技呢 可以讓騎兵的攻擊速度提升33% 相當於是一個日本天生科技的概念 日本是步兵攻速加33% 那寶加利亞則是加33%的騎兵速度 這個攻擊速度增加33%是非常誇張的 而且又是近戰單位 這個肉麻砍下去跟果一樣 最主要呢寶加利亞人還是會打一個騎兵路線居座 像什麼大肉麻或重裝騎士 或是直接打一個寶兵寶加利亞騎兵 都是蠻適合他的 那最特別的是他有這個銀雷的建築物可以使用 銀雷的話就是弱化版的城堡 傷害跟城堡差不多 但血量只有城堡一半 但趙家也是城堡的一半 那他城堡中心還可以減50%的石料 這就意味著寶加利亞人 上城堡時代開農 也不會耗費太多石頭 可以直接掃挖一點石頭 就可以迅速把這個銀雷給蓋出來 然後進行一個強攻壓制或是防守自家地形的一個選擇 所以馬達利亞人的彈性來說算是蠻好的 但是就是經濟不太好 所以這需要玩家自己的這個訓練 才可以把自己的經濟搞好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的話最大特色是農田 有這個10%的食物加成 採集的食物加成 所以他農田速度算是蠻快的 但是最快的話應該還是波蘭人 那斯拉夫人的話這個能力到後期也是非常強大的 肉類也應該也是會贏個幾十萬吧 不是幾十萬 幾萬塊了 如果打到大概四五十分鐘之後 通常都會贏一兩萬塊 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斯拉夫人的話最大特色 是他的工程器製造所的單位 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後期是比較多打這個步兵加工程器 然後騎兵為斧的路線 那斯拉夫人的步兵為什麼強呢 是因為他的精冠技術 這個王家四仇 可以讓這個步兵變成擴散傷害 我們只要在這個遊戲裡面 只要有擴散傷害跟踐踏傷害的文明 都跟鬼一樣 都是超級強的 只要你能出得到 基本上對方很難換得理你 那斯拉夫人的出入之外 還可以用這個銀罐技術 用這個羅斯堡壘 去減少自己城堡的石料費用 大概是只要400石頭加400木頭吧 就可以蓋下來做城堡 這個到後期 可以很容易把城堡插到滿地都是 然後用圍棋的方式去控圖 非常的猛 那斯拉夫人的出入之外 還可以打這個貴族鐵騎 不是貴族鐵騎 喔對 貴族鐵騎沒錯 我在講錯 貴族鐵騎現在變比較便宜 只要70黃金喔 我一直講錯耶 原來現在桿70黃金不是60 現在直接看改版好像有寫60 好他敢70 好 那貴族鐵騎現在是70黃金喔 比騎士還要便宜 便宜大概5黃金 但是這個便宜5黃金就其實便宜很多了 因為你本身這個騎士的造價 是60黃金75黃金 那你這個70黃金還比騎士便宜的狀況下 而且防禦還比騎士還要硬喔 騎士的近戰防禦是4喔 那遠方一樣是2 這個效果就差蠻多的 所以現在斯拉夫人喔 更多會出這個貴族鐵騎喔 去打騎士喔 但城堡時代初期喔 還是會多彎幾隻騎士喔 進行一個潛壓動作 所以這個時間點喔 騎士... 斯拉夫人會用騎士的情況喔 就只有城堡時代初期 到了中後期的話 打的還比較多是這個貴族鐵騎的部分 好 這邊寶太利亞人直接潛壓 兩隻裝甲步兵潛壓對手 那由於寶加利亞的... 步兵喔 這個民兵系是免費升級的 所以他這個裝甲步兵 完全沒有壓力 再多彎一隻棒棒 也不會太傷的感覺 那這邊也可以考慮喔 直接去補下自己一斤喔 那因為我們前面有提到這個寶加利亞人 經濟其實是不太好的 如果前期就可以把自己經濟給搞好的話 後期就會過得相當舒服 好 這邊直接硬戳 那場上兵一直在跟著他們喔 看一下對手的視野 獨立擋會在哪裡 反正這邊都是細節喔 那這個騎兵為什麼一直要在中間這邊繞 因為他們的視野是看不到對手騎兵在哪裡 這個有點像是... 掌握一下對方的行動線喔 好 所以這邊場上兵直接戳這個裝甲步兵 稍微去吸引一下對手的輸出時間 那再把場兵拿到提示下 直接開射 唉這很賺欸 哇 一隻裝甲步兵就直接被射掉啦 這卡可以再繼續射欸 所以我就繼續射了 好 那這裡有一隻長兵直接被解決掉 這裡四隻刺頭繼續給壓力 好 但這邊看到這個射箭場出來了 所以裝甲步兵可能待會沒辦法做事了 好 好 這裡都已經圍死 所以防守沒什麼問題 但這個情況要稍微小心一點喔 這裡可能要圍一下 圍出來一點 把這個地方稍微圍住 看到弓兵出來之後 自己也補下弓兵 弓兵的話待會剩一下這個一級射喔 壓力也沒這麼大 畢竟這個兵工廠科技喔 是食物消耗減半的 所以一級射只要50肉50斤喔 超級射 這裡的刺頭殘血的數量非常多 但保達利亞人並沒有打騎兵路線喔 是打了弓兵開決 稍微加速一下 兩邊應該都是小打小鬧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個要再打出東西來其實有點困難 好 我們用兩倍數來看 刺頭上前看到對手的毛兵跟弓兵在前線金框處 但自己的弓兵數有點多 那斯拉夫人這邊要稍微退一下 退手退手 這邊工兵直接射村民很傷的 好 這邊還在補工兵 補下了一級防 那家裡刺猴一樣在繞 好 刺猴回家準備要來包夾動作了 一級射也好 看他這一步的交戰 刺猴直接被射死一隻 但第二隻第三隻也可以安心的收掉 為問題 但刺猴還有一直沒有解決掉 這注定這兩隻工兵應該是南逃再結 再結南逃 到底是哪一個 都講不對 好 然後 被毛兵直接在前線 繼續壓制 那斯拉夫人就有經濟加成的關係 農田有10%的效率 早就已經點下城堡時代的升級 那寶甲莉亞這邊MBL雖然有推了回去 但實際上時代是輸蠻久的 輸了大概1分半左右 好 那已先到城堡時代的斯拉夫人 馬上就按下了騎士的生產 這就是我們說的城堡時代初期 一定要先按騎士 先給對手一個軍事上的壓力 直接去對手家裡做反擊 好 那寶甲莉亞人是直接去把重裝長槍兵給點出來了 那在這個版本呢 重裝長槍兵的升級速度 跟這個造價都變得很便宜 所以這邊可以第一時間 用長槍兵去防守騎士喔 是蠻有用的 那這邊GG斯拉夫人 使用這個高地斜破 去高打低 硬換掉長槍兵 這個是一個細節操作 你看這個長槍兵血量沒扣多少 這就是因為這個他在高地 長槍兵在第一處的關係喔 自己的傷害會造成比較少的傷害喔 家裡這邊可能要再下一個伐木場 這個距離有點遠 復補一個伐木場的話 說明會走的距離越來越遠 這樣對自己的經濟效益其實不太好 上隻騎士繼續輸出 好當然前線也有中央長槍兵 第一時間可以射掉一隻村民 來喔nice 保加利亞人MBL已經賺到了四村喔 你看這裡有村民一直躺第二痕跡喔 1234 好正面這邊使用長槍兵加工兵 順利的打了一場不錯的戰役喔 那家裡則是用長槍兵盡情防守 應該也可以再戳掉一隻 等一下 yes 哇 戳掉兩隻騎士很賺 這裡再補下兩隻重裝長槍兵 再過來繼續防守 好 右邊開出了TC 直接3TC開農 斯拉夫爾由於第一波大戰喔 經濟被弄到了一下 村民有點落後了 但是他落後也不是真的落後六村喔 因為他有點下輪走技術 所以實質上大概落後3到4村左右吧 應該是4村吧 因為他剛好是14村而已 好 2級目點下 畫在利亞人這邊點下2級目 經濟來說慢慢沒有好 MBL開始打細節囉 昨天還在講MBL比較像黑亞那種等級的選手 結果現在直接變成VIPER 開始要開農了 3TC二農二木 有味道了有味道了 所以就是VIPER 跟黑亞的綜合版 MBL 就是很像又有那種性質 好 這邊長王兵沒辦法守住老頭 老頭還是被4個當 按在地上 然後 好像有點畫面了 老頭被 4個 提示按在地上 有一點中 好 提示直接被戳爛 只剩下長王兵去跟這些老頭們 做一個沙灘追逐的動作 哈哈哈哈你來追我啊老頭表示 欸這個能活下來嗎 長王兵說不定可以收到這兩隻老頭啊 唉唷收掉了 想要回頭哪一下來不及 直接老頭被 捧在地上出血 死去 這就是 重裝長槍兵的威力 把 直接壓制奇兵果 還在想講你什麼 還是算了 好 然後斯阿芬應該也是開農喔 沒意外的話 兩邊都是你農我農 好 那保達利亞人這邊4TC 開農有個優勢喔 因為它有堡壘技術的關係喔 不是堡壘技術啊 堡壘 這個建築物的關係喔 大家現在可以隨意的在這個高地 插一個銀類啊 還有這個地方插一個銀類 進行TC的一個協防 在這邊也是 然後在這三個地方插一下銀類 基本上對手燒了不太到 自己喔 應該再更狠一點喔 再補下自己的這個彈道血 跟二級色 這個銀類的效果就會發揮到最大了 這個村民要趕快跑喔 來得及收村嗎 可以耶 常常畢竟在後面追 而且跑速也補下了 其實也跑得蠻快的喔 好 那正面還在繼續偷撿生物 但前線還有兩隻老頭又跑出來了 那以前斯拉夫人的生旅是有這個三房的喔 我記得是他的這個銀罐技術吧 他的銀罐技術是東正教 可以讓這個生旅喔 加三房 那現在這個能力喔 直接被送給了孟加老 連升級都不用升 孟加要生旅是超級坦的 好 這邊直接招搶騎士 欸 直接回頭招一隻 挺賺的 好 但是這邊騎士還是可以把這些老頭收掉 左邊在拆房子的騎士也是被解決掉了 OK MBL這波打得漂亮 直接反擊了回去 對方剛剛是大優直接變大獵 直接裂開 欸 哪裡裂開就不好說了 可能會跟這個老頭一樣 會裂開的喔 被這個長槍兵瘋狂捅爛 好 再繼續往下個頭 這就是寶加利亞的 防守模式阿 那比較少看到寶加利亞會這樣打 因為 通常寶加利亞都會打一個強攻模式喔 打一個騎兵豹阿 或者是打一個大洛瑪或是寶加利亞騎兵豹 比較多一點 這主要是因為他打強軍師是有優勢的 但沒想到MBL喔 今天打開是打農 直接出長槍兵防守 然後出少量的老頭 喔 這邊等一下救速思想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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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有料有料 黃金太多 造一下對方工程器 好 直接銀雷展開 有料有料 MBL 這一套有料 好 造到騎士 直接想要去砍老頭 但有機會嗎 欸 含血的沒砍掉 跑去砍工程器 什麼意思 What do you mean 哇 尷尬啦 MBL這邊空兵出現了小小失誤 反而能 老頭砍掉那隻 能砍掉老頭的 但是騎士直接被招走 造成兩隻老頭還活在場上阿 一直可以補血阿 好 寶加利亞騎兵這邊極限出來 那這邊是可以有機會 把這個贏的再重新插好插滿嗎 MBL的寶加利亞騎兵 哇 還點下宗教狂樂 這麼深屢戰的嗎 這個鷹雷可能要低一下喔 這邊再用鷹雷爭取一點時間 騎士直接上前被招走了一隻 在後方有重傷長安兵 騎士不能直接硬打 不然可能會自己損失慘重 騎士過來直接自滴掉 OK 寶加利亞騎兵在這邊虎視眈眈 在囤積自己的數量當中 能夠拯救到這個鷹雷阿 沒辦法低調了 這裡家裡再補下一棟大根的 剛剛都插小的 這是要插大的 長安兵直接攔截騎士 哇 順利攔截到了兩隻阿 騎士這邊還點下了跑速 果然還是要轉騎兵路線喔 寶加利亞就是要轉騎兵阿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馬登技術這麼猛 那寶加利亞的騎兵阿 有個特色喔 就是他被擊倒之後 會變成下馬板的寶加利亞騎兵喔 像這樣子喔 變成步兵屬性喔 所以長槍兵雖然可以戳贏這個上馬板的 但下馬板的就打不贏了 這個就會很難解 用如實的話來講 就是他有死亡之聲喔 死聲喔 有死聲的怪很難解 很難解得乾淨喔 這個寶加利亞騎兵就是這麼一個 難解的東西 你打掉了他的本體 他還會再分裂一隻出來 步兵來跟你對尻 然後那個步兵還可以尻 尻你原本可以Counter他的這個單位 非常難受的 所以寶加利亞騎兵被招走其實蠻虧的 那寶加利亞騎兵他招架的跟那個貴毒鐵騎士一樣的 都是一個蠻貴的單位 但是又比騎兵還便宜 所以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寶加利亞騎兵 雖然他的防御稍微差了一點 他的遠防是差一的 騎兵是二防 所以就很明顯你就看得出來 寶加利亞騎兵算是比較偏強軍事的 攻擊力偏高啊 十二攻 騎士只有十攻而已 好馬燈點下來 但是斯拉夫也不甘失落 直接轉出了自己的貴族鐵騎 雙騎兵寶兵文明直接開戰 但是這邊高地卻沒有差 寶加利亞的銀壘啊 這裡如果差這個銀壘的話 農田就很舒服了 直接防守住 但這裡沒有辦法囉 這裡只能靠TC跟長龍兵去追逐了 這裡只要一直收村經濟就會有點傷 這邊想要嘗試潛壓 但是直接回到了城堡射城內 這些重裝長槍兵可能要全部送光了 永遠必有在顧家裡喔 不要被家裡被圖到村民 所以只能一直先顧家 前線的長槍兵全部送光了 有點虧 好加利亞騎兵想要去打礦區 但是到處都有城堡了 然後這邊到了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一下之後 斯拉夫人喔 可以開始存點肉跟黃金喔 去撿下貴族 蜘蛛貴族 王家四重這個科技喔 還是轉一些步兵打法也不錯的 好貴族鐵騎直接回家防守 效果不錯喔 貴族鐵騎的防禦有夠高 直接尻贏了對手的保加利亞騎兵 下馬板跟上馬板全部打輸了 好更多的保加利亞騎兵走到了後方 想要繼續騷擾 戰兵這裡有一根大根的城堡 在前線要來做巨女投司機的一個對抗 但巨女投司機還沒有出出來 這邊優先升下貴族鐵騎的 精銳升級了 那升級完了 精銳的貴族鐵騎呢 房屋就會變成八房喔 非常坦 四加四 好這邊後面直接被收光 巨女投司機已經開閘 我們來看一下貴族鐵騎的單位 八房 八加二 那待會再補下自己的三房 就會變成八加三 十一進房 那保加利亞騎兵只有十四攻 保加利亞騎兵靠一下 只有三滴啊 這個就是貴族鐵騎精銳版本的最強的能力喔 防禦巨壇 OK 兩台巨女投司機持續拆除當中 升級喔 OK 再升步兵了 這個就是斯拉夫人的細節喔 直接開升 那待會 劍兵有事出來喔 就可以反擊了 那 這邊保加利亞也是點下協議喔 哇 這麼早點協議 好 雙龍劍兵出來了 這邊協議齁 防禦直接加五防喔 一加七 一 一進防八 然後再加上三防 進防九 這是什麼坦克大對決 人家進防十一 加上對方進防九的雙手劍兵 這個後面有的看啦 兩邊都坦到不行 那這邊有混集兵喔 所以我覺得 保加利亞這邊是比較有優勢一點點的 但是貴族鐵騎現在有這個 機動性的優勢喔 還有單位上的這個 體質優勢 因為騎兵的血量已經是比步兵多了 單打起來的話 可能還不會太輸 這麼多 MBL這邊想要爭取時間 用自己少量的兵喔 一直 去換一下 那這邊有點放棄了 然後來專心打正面了 要他家裡補下太多城堡 現在四棟城堡 城堡直接連防 哇 這邊也變五動了 這邊到處都是城堡 都有在防守 所以現在MBL也不太好過去做騷擾 很過去騷擾的騎兵都已經殘血了 對方只要用少量的兵 就可以輕鬆守住 所以這邊專心打正面 似乎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反正自己城堡也掉了 也不一定要這麼死守 好 這邊要再補一個銀壘喔 如果說我會補這個後方的 這個位置還蠻不錯的 好 大量騎兵繼續往後追逐 保加利亞騎兵還是想要再次的 擺燒農田喔 上面在農田中間補一個大雪 我還是在補這個銀壘 這個是大雪 我發現高手們好像都不太喜歡 在自己家的TC農田中間 插城堡或是插這個 銀類的感覺 他們還是比較喜歡把這個 防守建築物往外插 而不是插在家裡防守 好 這邊疾兵直接插爛 好 這些嘛 那裡雖然有點被拿到生武法治理 但村民術並沒有下降太多 還有一百多村 好 這邊 步兵也出來了 兩邊步兵都出關 但是防御還沒補完 好 那王家四重這個科技 好像還沒有補的樣子喔 錯錯覺嗎 對 還沒有補 OK 這樣補下了 補下之後打步兵效果就會非常好 那邊不會變成步兵大戰喔 好 鐵騎直接上前一套生率 好 但是正面的雙手劍兵 血量一直被拉回來 而且進防有夠高的關係 所以坦了一陣時間 雖然是被打倒 但對方的王家四重也升級好了 現在有擴散傷害 哇 應該保加利亞的步兵 直接倒成一排 血量掉了非常快速 斯拉夫人最強大的精華事情已經來臨 保加利亞MBL該怎麼防守 這邊斯拉拉了大量的雙手劍兵 直接硬拚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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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拚 應該可以全部解乾 OK 解的非常漂亮 但是保加利亞人現在還沒有點下三級一射 跟這個彈道的血 城堡射得非常的歪 後面幾名去後方防守 正面的話開始有點撤退 回到城堡下 先聚集一波雙手劍兵的數量 因為自己家農田剛被瘋狂燒到的關係 所以現在並沒有太多的肉 可以轉出雙手劍兵 好 這邊看一波打架 這一波打架 雖然雙手劍兵的數量非常多 但我們家是從打擊一排傷非常好 在這邊吃到箭矢的傷害 後面城堡傷害太高 所以也不能直接正面一尻 斯拉夫人這邊要先行撤退 先稍微擬定一下助戰計畫比較好 這邊自家城堡也要倒了 完蛋 那這樣子雙手劍兵可能就有優勢了 雙手劍兵現在的防衛是9 對方的劍兵王者四重的傷害 擴散效果非常好 但數量上不抵對方的數量 直接被壓了回去 哇 這個數量你壓 那這邊 斯拉夫人 你要先想一下 要怎麼打 再這樣繼續打布兵下去的話 其實也不會太虧 但是 也不會太有優勢 有點五五開的感覺 雖然自己有王家四重這個科技 但是對方的這個協議科技的關係 也擋住了非常多傷害 9防 那自己見兵有色的傷害只有17攻 17攻的話 你這樣子打一下只有8滴 一下8滴 會被BAN台的 一下8滴欸 講出來在Twitch會被BAN 這個是Twitch勞梗 不能消費人家 好 貴毒鐵奇上前硬拷 後方的雙手劍兵也上來支援 但是這邊保佳麗有高地優勢 所以打這個劍兵優勢上來其實蠻高的 但自己的數量再次是輸給了斯拉夫的劍兵勇士 自己雙手劍兵直接被反打了回去 直接倒成一片 因為對方斯拉夫任由 用一些貴毒鐵奇在前方坦傷害 後方使用雙手劍兵 好這個劍兵勇士做反擊 哇正面這幾台巨型頭司機 被拆掉有點虧喔 四巨頭可能都要沒了 好這邊被迫斬出一些疾兵來防守 但轉疾兵的話 很容易被劍兵勇士給打回去了 這邊又更多劍兵勇士補了上來 直接反打回去 這邊又再輸一波 因為自己出了疾病的關係 所以變成劍兵勇士打不贏 達夫人這一波強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只有 打贏對方單位是不夠的 很飽還沒有拆掉 這是個問題喔 這座城堡能夠守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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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MBL現在已經沒有了石頭 石頭像是歸零狀態 哇沒了 城堡掉了 上方這邊的礦區 順利阻止到斯拉夫人採礦 斯拉夫人這邊的黃金數不多了 而且他是沒撿生物啊 MBL我們看他生物多少 哇靠四生物 火的天 下面第五個在這裡 尷尬了 MBL四生物 斯拉夫人雖然現在軍事上有打贏 但正面 再將軍事打下去 斯拉夫周農田會把地給打乾的 那MBL是打不乾的 而且就算MBL打乾之後 還可以轉這個大漏馬 斯拉夫人卻不行 斯拉夫人雖然也有漏馬 但是這個 這個攻速喔 就是矮人家一等 人家有這個33%的馬凳技術 但斯拉夫人卻沒有 只有這個10%農田 採集效率喔 所以這邊來說的話很容易尻輸對手 哇這邊 劍兵總是直接吃到城堡 傷害非常的虧啊 巨虧 好這裡買賣一波木頭 換取一些黃金 點一下工程工程師 正面這邊高地雙球劍兵 再次開戰了起來 來 遊戲來到快要殘局時間 斯拉夫人這時候補下了三級農田 好這裡有一些殘疾的雙手劍兵一直解不掉 好 但正面巨型托斯機想用前面偷拆 但是被發現 直接被逼了回去了 那正面的雙手劍兵好像開始數量碾壓的對手 雖然斯拉夫人這裡還有微量黃金 但這些黃金可能在思考 要去怎麼轉出最高效益出來 要轉工程器嗎 還是要轉正面更多雙手劍兵 或是長槍兵 但長槍兵絕對是打不贏這個 劍兵勇士的 肉馬也是 因為肉馬的攻擊本身是偏低的 7加4 7加4打一個9防的 協議雙手劍兵 這意味著你打下只有2滴血 好 好 更多雙手劍兵走過來 好 局主防射 這裡要被打出個洞來 肉馬直接抓人進去 但斯拉夫人現在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升級大洛馬 好 正面43台巨頭慢慢拆除外圍的軍營 想要慢慢一步一步的 殺入 唉唷 居然拖到後面的巨型投資機 賺爛了 好 打了一發 正面又在開砍 但這邊是讓不敵對方的劍兵勇士有點在送 上方有一坨的劍兵勇士走了過來 高速開砍TC TC的血量掉了非常快速 只剩下半條血 半條血量馬上也要沒了 哇 這就是劍兵勇士的超強的攻擊建築物傷害 好 後面TC被爆 正面王家四重又戰度反殺了回來 殺了忽然這時候點下了縱火技術 加上自己的法木三級 但正面的話好像就要被反打回去了 因為後面營雷的傷害依舊很高 哇 直接射爆對手劍兵勇士 但是家裡這一坨劍兵勇士還沒有解決掉 這邊可能要派多的兵喔 來防守 所以要補一個洞比較好 好 這邊稍微上了高地做反打 這邊高地一上之後應該可以輕鬆解掉這一坨的劍兵 雙手劍兵 劍兵勇士應該可以拿到一些優勢 OK 這邊確實拿到一點優勢 但是這邊劍兵勇士並不傳解 有些人跑去想要打村民 結果後面的劍兵勇士三打不贏 結果還是有資源點下大洛馬 但是點完大洛馬之後黃金也完全歸零了 斯拉夫人還能再戰嗎 保加利亞雖然這邊黃金也快沒有了 但是生物有夠多的關係 所以現在還可以出巨頭司機 還有自己的雙手劍兵 這個情況非常膠著 兩邊真的是打得有點五五開喔 好那這邊保加利亞可以稍微轉一下肉馬 轉肉馬的話其實也不太虧喔 畢竟對方只是超高傷害的劍兵勇士喔 並不是超硬的劍兵勇士 所以喔這個肉馬打這個劍兵勇士喔 還是有傷害的 直接拿下 就城堡 應該是兩座了 好這邊繼續可以慢慢往前推進 肉馬一直想要往後繞 往後繞的用力是希望可以把對方的一些兵喔 還有後方防守 那正面的防守就會變成不弱喔 就可容可以從正面反推回去了 現在斯拉夫人的想法是這樣子喔 但現在由於自己沒有黃金的關係也沒有工程器喔 所以現在是基本上是一個被壓制的狀況喔 如果自己有一些肉馬或是 有一些奴炮阿 或是有一些頭死車在後方的話 其實對斯拉夫人是更好的 但是他現在把所有的黃金投資在了劍兵勇士上了 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大肉馬去運砍後方的這些工程器喔 但運砍的結果就是可能被對方守住喔 然後結果換不到太多成果直接被正面扛住 哇這邊斯拉夫人非常的尷尬 中間也快要爆開了 肉馬送了一大片 結果還只打掉一台劍兵頭C而已 好架裡雖然還有大肉馬 但其實也是順利的防守住了 城堡再拿一座 現在拿下三座城堡 已經要開始攻入了斯拉夫的核心經濟領域了 中間這些大農田只要拿下來的話 讓斯拉夫重創經濟斷肉 基本上這場比賽就是十拿九穩了 肉馬也是進去唱個一波 好這邊是想要優先解決掉城堡 因為城堡會自動射箭尺 對自己的步兵不是很有利 城堡全部拿光 就算讓這些劍兵友師自己開火 也不會太過於受傷 好這時候終於發現沒有補下三級射 跟自己彈道學的MBL終於補下了 讓自己防守就會更好一些 好城堡也拿下來 因為也沒有石頭可以修 直接果斷放棄 這邊還想要繼續用肉馬 嘗試脫衛的斯拉夫人還有機會嗎 感覺有點渺茫啊 雖然可能會有點不太甘心 但是可能需要打上GG了 MBL這邊的兵量還是太多了 雖然兩邊黃金都是0的一個狀況 但是這邊單位上黃金兵還是比斯拉夫人多出太多了 但是斯拉夫人就只能用肉馬到處亂竄 是他唯一的方法 但是吉兵一直在家裡後方喔 瘋狂跑來跑去防守 所以後方也中到太多甜頭 反而是自己家裡正面喔 越來越慢慢突進的進去 好這邊吉兵 再來去上前做個一波 好加利亞吉兵也是三攻三防正常的 垃圾兵 非常的OK 脫爛脫爛 好家裡大龍馬 砍這一波應該是可以砍出點東西來 nice 哇打得非常好 MBL這邊防守也算是即死 雖然聰明師也是被砍掉非常多 但是自己的兵力已經深入到了斯拉夫人農田區域了 再過幾步就要直接硬尻了 但是這邊距離投時機還沒有往前推進喔 但是後方的雙手劍兵已經讓後方落馬有點沒辦法處理了 因為雙手劍兵的坦度實在太坦了 幾乎沒什麼在扣血啊 好這時候GG打出了GG 哇真的GG啦 MBL出了340隻的雙手劍兵喔 然後大羅馬正在升級當中 GG這邊準是出了270隻的劍兵勇士 兩邊轉變的時間都非常的早期 那聰明師我到後期兩邊都已經生不多了 那經濟看起來是斯拉夫人果然 肉量還是贏的比較多 那由於斯拉夫人後期喔 經濟一直被騷擾 而且肉量也沒有比 寡加利亞人傻的甜還要多的關係喔 所以肉量只有領先一點點而已 領先6000肉而已 因為寡加利亞人剛剛到後期喔 已經撒到70片田了 那斯拉夫人一直在50幾片田左右的肉量 所以稍微少了一點 所以斯拉夫人這邊的木頭 會贏寡加利亞人多一點點 是這個原因喔 好 但由於是聖物的寡加利亞 一直黃金在跳的關係喔 輕鬆的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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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節目 下次見 下個節目